一个可以消灭魔王的勇者 却每天狗在菜地中处定 系统更是被男人气得发疯崩溃 只因这个世界女魔王伊丽莎白 拔出了勇者的圣剑统一了大陆 建立起了没有种族歧视和谐的世界 甚至大陆的人自发建立了反勇者联盟 似乎一切都按照他的想法进行 可在他心中一直存在一个梦里 那个传说中可以杀死他的勇者 找寻了15年终于在今天找到了勇者的位置 可笑的是预言中强大的存在 竟然连个下等士兵都不如 哪怕是这样勇者依然丝毫看不起他 竟然直直走向屋内 面对蔑视的魔法却只留下了一条机械狗 岂有此理 不过是一条开启灵智的高级魔具 你还真的是有够狂妄 在本王面前一切都是下的 随即发动了最强的蔑视魔法 发动着陨石就朝我房屋砸去 然而机械狗此刻站了出来 就在陨石即将命中的时候 一阵机械音响起 计算完毕 开始战斗模式 瞬间召唤出无数热武器 在陨石即将到达的时候 无数的导弹发射 就和天空中的陨石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 紧接着女魔王再次释放了 更强的魔法大地重铸 可随之机械狗的口中 也汇聚了一块黑色的脑袋 猛然间快速射向空中的魔法阵中 没用的 任你如何努力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这些都是独牢的 乖乖地和这片陆地消失吧 可下一刻 黑色的光柱到来 竟然在巨大的魔法阵中央 形成了一个量子黑洞 瞬间就将魔法阵吞噬 碧蓝的天空恢复了原样 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魔王伊丽莎白一脸的难以置信 本王的蔑视魔法居然就这么被破解 那个家伙到底在屋子里面做了什么 而此刻的我则是躺在床上静静地等死 门外的狗子还在对着魔王疯狂地叫着 看着眼前不停狂吠的小狗 女魔王伊丽莎白忍不住地哭笑 没想到从头到尾 本王都被小瞧了 握紧拳头 张开了斥斩 也不知道是对勇者还是自己说道 少给我得意忘形了 到目前为止 本王也不过是使用出了不到三成的实力吧 顿时间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女王的身上爆发出来 魔神形态究极体已然完成 面对如此强大的劲敌 狗子也展示出了所有的武器面对 只为保护好自己的主人 随即无数的爆炸声顿时响起 一小时以后 我慢慢地醒了过来 我已经死了吗 迷糊中揉了揉眼睛 望向四周 我还在家中 我没死 外面好像也没有了动静 那个魔王 该还不会待在外面吧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门 只见烟雾散去 一个人影浮现 魔王单手掐着我的机械狗 而机械狗的全身布满伤痕 旺财 我担心地大喊了起来 见此女魔王像是扔掉了垃圾一般 缓缓地朝向我走来 双眼通红一脸冷漠地看向我 真是抱歉了 本王将你一意为傲的玩具彻底毁掉 见到如此恐怖的一幕 我顿时大惊颤声说道 我们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吗 一秒还面带凶色杀了我家狗子的女魔王 世界也有碰瓷的呀 不过作为有为青年 我自然不能见死不救 连忙上前搀扶 你没事吧 话音刚落 女魔王的究极形体开始逐渐瓦解消失 渐渐地身上的衣物越发的单薄 爷啊 这是玩啥呀 不会刚遇到碰瓷就又来了仙人跳吧 我连忙撇过头 可还是让我看到血脉喷张的画面 顿时间鼻血止不住的流 两久 已经到了晚上 女魔王穿着睡衣安详地躺在床上 忽然魔王猛然睁开了眼睛 感受到了后背的双手被束缚着 没想到我作为最强的魔王 居然败得如此狼狈 可为什么他没有趁机杀了我 而是把本王囚禁起来 难道说那个家伙有什么特殊的品牌 不行我得赶紧离开 双手便开始汇聚魔力就想要震开 可惜丝毫没有作用 没想到除了那个机械狗 这又是一个从未见过的传说魔剧 女魔王伊丽莎白眼神空洞望着前方 那个家伙 究竟还隐藏着怎么样的实力 还有这些奇形怪状的东西都是什么 一看就不简单 看来这个勇者要比我想象的要邪恶 是我大意了呀 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 我端着食物走了进来 一见到我女魔王就愤怒的吼道 你这个肮脏的家伙 要杀就杀别以为我会低头求老 而我心里被这一喊下了一个咯噔 这魔王简直是太可怕了 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好好说清楚 或许这是我唯一活下去的机会 那个 那个傻我们可以好好聊聊吗 望着对方不断挣扎的手 不好意思的说着 抱歉 这个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你也知道你实力有多么的恐惧 我也是出于保命 希望你能谅解 我的一戏话却让你魔王一乐 这家伙是在羞辱我吗 抱歉抱歉 我们之前一定有误会 我现在就给你解开手套 我们好好聊聊吧 而我一系列友好的话语 在伊丽莎白眼中却变成了这样 抱歉 从一开始你就误会了 你以为自己有多厉害可以来挑战我 简直是荒谬大错特错 如果你还想活命的话 就好好听我的说的话满足我的要求吧 这家伙居然敢威胁本头 不一会我就解开了手套 想着我如此善意的行为 对方肯定不会说动手就动手吧 而女魔王也在忌惮我的实力 不敢轻易动手 作为强者最懂的就是忍耐两次 看到对方没有后续动作 我才快速地转过身 此刻我的心脏都快跳了出来了 好在现在安全了 想必肯定有粉丝 问为什么不在魔王昏迷的时候杀了他 拜托这可是剑语魔法的事件 身为魔王 他掌握一个复活技能 是多么平常的事情 而且作为废物的 你叫我杀的鸡都费尽 别说人了 给我十个胆子我也不行呀 而沟通永远是化解矛盾最好的方法 只要我表现出了对他毫无威胁 顺便跟他交个朋友抱上大口 那我岂不是在这个世界横着走啊 异世界吃吃软饭也不错吗 想到此我大声地笑了出来 而女魔王见此面色微明 这个家伙还在嘲笑本王 我抓起了陪伴了我15年的狗子 旺财呀旺财 你怎么破碎成这样了 一个可以消灭魔王的勇者 却每天狗在菜园中处地 而身为魔王的伊丽莎白 却致力于给世界带来幸福 为了消灭传说中能杀死他的我 不惜寻找了整整15年 可惜在竭尽全力战斗后不敌其英群 而我的狗子也被其捏碎 最后体力不支倒在了我的怀里 渐渐魔王苏醒 却发现被邪恶的勇者捆在了床上 虽然我极力解释他的强大我只是自卫 并且解除了手套 但我这一系列友善的行为 却被他认为是对他的侮辱 眼下他看着我走向了损毁的机械狗 还是忍不住地问着 无聊时候做的小玩意把 此刻女魔王一脸的阴影 没有了魔具你拿什么和我懂 暗自调动恢复魔力 眼神逐渐凶狠 站起身体缓缓地向我走来 要怪就怪你大意了 失去了这个最强的魔具的病 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我倾斜 居然还敢将手铐解开 这一切都怪你狂妄 而此刻我拿着机械狗 打开了脑袋后的开关拔出了记忆卡 还在跟后面的女魔王解释地说道 机身看来是修不好了 就在此刻女魔王在身后暗自蓄力 因为机身经常坏 所以我做了很多的备份在这里 所以你弄坏了我的狗子 千万不用介怀了 只要记忆卡还在就没问题 顿时间 不如其来的稍差点闪断了女魔王的腰 手中魔法消散呆滞地看着我 我不慌不忙地拿出一个狗子 将记忆卡安装进去 开机后 很快一个活蹦乱跳的狗子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而我则是一脸和善地看着女魔王 这下我不找他陪狗子 他应该不会找我麻烦了吧 而我和善的微笑却在他的眼中 犹如逗人玩乐的恶魔 和他的爪牙在无声的威胁 吓得他扑通一声坐在了床上 忽然一股香味传来 破罐子破摔的女魔王干脆问道 这是什么味道 我连忙回答 这是看你晕倒了后 给你做了一些暖身子的食物 说着就端来了一碗普通的肉粥和饺子 弱者才需要食物 本王早已经超脱境界 不需要这些东西 可经历了刚才的大战加上魔力还没有恢复 闻着这股味道肚子不争气地咕噜了起来 听此我大喜正愁 找不到解决我俩恩怨的方法 老话常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连忙就推销起来 女魔王也半推半就地开始品尝 缓缓地将一个带着光亮的饺子 放进了嘴里 脸上面无表情 我见到此目 心中也不安了起来 虽然我做得很好吃 不过他毕竟是魔王什么好吃的没吃过 女魔王没有理会我 紧接着一个接着一个 一口接着一口吃了起来 不足片刻盘子都空了 他才露出十分满足的表情 眼中甚至有泪花飘过 口中更是蕴含了大量的高浓度魔力 就算吃遍了世间极品的魔王 也没吃过如此美味 这也太好吃了 这让本王如何舍得吞下这最后一口 伴随着吞咽 一股奇异的感觉忽然浮现 女魔王顿时瞳孔睁大 心脏更是狂跳 此刻她快喷涌了 如此奇妙的味道在她全身翻涌 强大的魔力裹挟着她的身体发热 这是她从未有过的体验 女魔王忍不住浑身颤抖了起来 你究竟在食物里面加了什么 见此我都快把手吞下去了 这又是在玩哪一出呀 瞎了什么 我不过就加了一点辣椒啊 你怎么反应这么大呀 女魔王此刻满脸的羞红 果然你没安什么好心 你这个邪恶的勇者囚禁本王 就是想我给你做实验吧 一个给世界带来和平的魔王 却被囚禁在废物勇者的家中 不仅要害怕替他生娃 还要时刻警惕他的侮辱 而就在刚才邪恶的勇者 居然在给他的食物下药 不是啊 这是你的饺子里面放了辣椒 你别这样一副表情呀 话说魔王吃不得辣吗 忽然我灵光一现 有了 这里有皮蛋瘦肉粥正好清热效 你快来尝尝 女魔王一脸的羞粉 这个邪恶的勇者一边投毒 一边给我解药 把本王玩弄于鼓掌之中 没办法 现在这股奇怪的感觉 简直是太难受 可恶 不过他还是老老实实地端起了粥 缓缓地递到了嘴边 下一刻 猛然间增大了眼睛 这是非一般的感觉 就像是猛然间被送上了云霄 转而化身一滴水融入了大海 如此刺激又让人平和 什么统治世界 什么勇者魔王 一切的纷扰仿佛和我无关一般 此刻女魔王才发现放下一切 轻松自在才是最好的选择 忽然心灵的感悟一下 就让她突破了境界 俨然变成了三星魔王 女魔王诧异地看着双手 没想到仅仅只是通过实物 就能将本物 数百年没有通过的境界突破 于是望向我 别装了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我也有了几分诧异 什么情况居然和我主动说话 于是赶快将心中的想法说出 我就是说魔王和勇者 能不能尝试共存 听此女魔王心中冷哼 果然如此 这才是你的目的 而我在她的心中 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个世界就只有 你有资格作为我的对手 来吧 我帮你变强再来击败我吧 而我看到她那 越发灵力地怒光 犹犹豫豫地说着 我会继续给你 做好吃的侍奉你的 可我越是这样 魔王越是愤怒 觉得我是在嘲讽她 脸上的青筋暴起 就想将我这个邪恶的勇者杀掉 可吸引实力不足 叹了一口气 释然了几分 算了 算了 什么算了 好端端地叹气 是不是还是要杀了我 忽然女魔王爬向了床 居高临下地指着我 勇者 你给我听好了 我可以答应你的条件 但是也请你明白 本王并不是因为聚盘 而是为了追求实力的巅峰 我顿时汗水直冒 这女魔头到底是女魔头说的话 真让人费解 算了你是魔王 你说了算 忽然女魔王释放出了无穷的魔力 威胁地说道 也以为本王住在你这里 就会对你低声下气 本王的威严绝对不允许被侵犯 否则就算拼尽全部我都要杀了你 这是女魔王要和我和平相处的说法吗 还真是意外的傲娇啊 难不成真的被我的美食打动了 女魔王目光一灵 要做什么研究 你就尽管放马过来吧 是是是 这句话我是听明白了 所以女王大人你想吃什么呀 而在外的圣剑见此一阵无语 很快一年时间过去了 我拿着圣剑劈砍起了柴 果然圣剑就是好 砍柴贼顺手 而我在这一年时间以来也越发担忧了起来 自从魔王强行闯入了新手村 破坏了结界以后 这里的时间就逐渐和外界同步了起来 若只是时间同步也没问题 关键就在于失去了结界 也就等于失去了保护 而这里的魔兽比我家房子都大呀 就是因为这里有魔王的存在 他们不敢靠近 一旦魔王离开了这里 我岂不是死定了 不行得想个办法让他留在这里 此刻房间内一个女生传来 乐平午饭时间到了 你怎么还没做好呢 好嘞 我的女王大人我这就来了 一个给世界带来和平的魔王 却被囚禁在废物勇者家中 而那邪恶的勇者为了不让魔王逃跑 竟然将妙龄少女喂养成了一个胖子 此刻女魔王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一身的富贵衣服都难以遮掩 还在不停地吃着薯片 乐平啊 我给你说了一年了 你这些录像我早就看你了 不能再跟你的系统要点心的吗 此刻我无奈地说道 女王大人我说了很多次了 系统早就消失了 快来 我的午饭做好了 女魔王这才不情不愿地坐了起来 随后一个魔法发动 在其背后长出了一个袖珍的恶魔翅膀 缓缓地朝着餐桌飞来 指着我就是埋怨 像几女朋友长胖后的甩锅状态 你给我吃的这个叫做薯片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毒药 总感觉越吃本王越是变得懒惰 女魔头阴逸地想到 肯定是这个邪恶的勇者 想要用这种慢性毒药来麻痹本王 让本王彻底地堕落 休想 我流着汗水一脸的乌云 薯片本身就是高热量的食物 你吃的太多了就容易积累脂肪 所以人就会变得懒惰 脂肪 女魔王这才反应过来 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肚囊 然后捏了捏 确实怠慢了 然后再次一个响指 整个人都漂浮在了半空 红色的气息笼罩了全身 深渊魔法发动 一下就变回了之前风云性感的身材 甚至还将积累在身体的脂肪 转化为了精纯的魔法 如此震撼的一幕倒是让我有些说不出话 这个世界的魔法好像有点歪啊 女魔王侧身坐在凳子上 用着挑衅的眼神看着我 怎么样 你的诡计被本王轻易破灭了 是不是很失望啊 我对此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这个妮子好像有什么被迫害妄想症 没有反驳就叫她赶快吃饭 看着桌上丰盛的食物 女魔王不由地流下了口水 还没等我吃饭 就抱着盘子一口一口地狂吞了起来 你慢点吃 不够我再做点就是了 而我说的话在她的耳中又变成另外一种意思 你还太弱了 多吃点吧 多吃点养肥了再杀 生气的女魔王一下就将手拍在了桌上 我却没看到转身说道 还有甜品 我去给你拿 女魔王面色阴逸 够了 真的把本王当成猪肉吗 这一年以来 本王都突破了十几次了 再怎么说都有挑战你的能力了吧 想着就要决一死战 可当我从冰箱拿出伊丽莎白最喜欢的布丁的时候 女魔王两眼放光 眼神全被这Q弹的布丁所吸引 一下就欢快地蹦了起来 快点递给我 什么复仇什么挑战 等我吃了再说 在这一年多的相处 我也差不多摸清楚了女魔王的性格 虽然是有点难伺候 但是只要美食到位还是能让她平静下来 与此同时 一处荒野外 老头慌张地看着身后 只见白发老人带着一个少女快速地奔跑 后面还有几道黑影在追踪 紫袍人戴着面具嘴里嘀咕着不知所云的声音 张大着恐怖的利爪 一个顺身就来到了老者的背后 利爪发出在空中挥舞 下一刻魔法发动 天空直接被利爪划破 撕裂的天空快速地朝着老人攻击而去 见此老者大海 两人面对着四处攻击而来的魔法 似乎已经陷入了死地 可似乎紫袍并不想杀死他们 转而将撕裂的天空 幻化为了无数的黑色闪电 犹如一个巨大的牢笼将其笼罩在其中 一个可以消灭魔王的勇者 却每天狗在菜地中处定 而身为魔王的伊丽莎白 却致力于给世界带来幸福 当她寻找了勇者后 却被邪恶的勇者囚禁 眼看女魔王都要怀孕了 可忽然却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就在刚刚一老一哨被怪物所追赶 在逃跑时候 却被一个巨大的闪电牢笼所笼罩 此刻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老者举起巨剑反抗 面色凝重地让女儿逃跑 自己留在后面拖出他们 可纵使是满身伤痕 少女伊丽莎也不愿意 丢下自己的父亲自己狗 老者眼神凌厉地注视着怪物 头也不转地温柔地喊着女儿听话 可怪物似乎并不想饶了他们 一个巨大的黑色火球在手中凝聚 下一刻就要对其发动攻击 下一刻滔天的剑势滑出 一道金色的剑气朝着火焰砍去 下一刻火球连同紫袍怪人 一下就被一分为二 火焰散去 紫袍怪人化为两半 从空中落下 另一个同火剑刺 单手一挥原本裂为两半的身体 快速被其吸收 片刻后 在其脑袋处竟然缓缓生成了一个头颅 显得是如此的诡异和争鸣 嘴里还发出难以言喻的怪叫 少女伊丽莎看见父亲历劫 立刻发动魔法剑势 下一刻青色的魔法剑势 猛然间穿透紫袍怪物 却丝毫没有伤害 老者举荐凝重地注视着眼前 女儿快跑 黑暗工会的使徒不是你能对付 快走趁现在我还能拖出他们 话音刚落 怪物匍匐在地上 用着充满力量的双臂发紧 下一刻如同拖悬的弓箭 而原本坚硬的地面瞬间破裂 仅仅只是一个眨眼 就来到了老者面前挥舞着巨大的拳头 当的一声 就被击飞数十米之远 猛然间撞到巨石前才停止了前进 此刻老者全身骨骼断裂口吐鲜血 少女悲伤的大喊父亲 老者艰难地张开嘴 喊着远处的女儿快逃 眼下自己还没死 女儿就还有一线生机 只要他们靠近或许自己还有机会 下一刻 一个黑影来到了怪物的身后 原来又是一个紫袍怪人 吸收起来了怪物的身体 再次进行融合 转眼间变成了三个头颅的怪物 此刻已经是最强体了 他们黑暗协会的人 可不会给敌人一点点希望 哪怕是眼前的两人此刻弱得不堪一击 但我们可不是那些没脑子的反派 见此老者终于失去了斗志 少女伊利福大喊对着怪物 我跟你们回去 你们的目标不就是我吗 请你们放过我父亲吧 可为时已晚他们接到的命令是消灭 少女瞳孔收缩看着死亡的到来 只见怪物挥舞着巨大的双手 手中魔法营绕就要给眼前两人死亡一击 可下一刻 一个巨大的物体落下 见起了无尽的阳尘 少女十分费劲地在沙暴中睁开眼睛 可却看到了笔志刚才还让人惊恐的一幕 只见一个身高数百米的猛马之王遮天蔽人 而原本刚才的怪物还不如他的脚趾该打 一下就被碾成了粉末 而在猛马之王头上 还隐约看到一个小阁楼 只见阁楼内 一个蛤蟆仙人正在指挥着猛马之王 而他一脸恭敬地对着头上的东西说话 大哥 危险已经清楚了 剩下的两个无辜的人怎么处理 而头上的东西赫然就是妄财 禁止伤害无辜的人 我把他们带给主人处理 唯一一个可以消灭魔王的勇者 却每天狗在菜园中出地 系统更是被男人气得发疯崩溃 只因这个世界女魔王伊丽莎白 拔出了勇者的圣剑统一了大陆 建立起了没有种族歧视和谐的世界 甚至大陆的人自发组织建立起了反勇者联盟 可笑的是原来最反对他的人族皇者 最后都成为了他坚定的拥护者 似乎一切都朝着魔王的想法进行着 然而有一件事一直压在女魔王的心中 在15年以前 人族的大祭司曾经放下预言 当传说中的勇者拔出长剑 就是魔族统治结束之日 而魔王也终究会死在勇者的手上 这15年以来 女魔王都在寻找勇者的踪迹 并且想要杀掉他 发动了一切可行动的力量寻找勇者 可都没有得到一丝一毫勇者的信息 而就在今天实在是忍不住的魔王 踏上了插着圣剑的高台 区区勇者 本王参透了勇者大陆的所有魔法 就等着他来挑战 而15年过去了 现在这勇者居然连个人影都没有 那本王的这些准备岂不是一个笑话 我即使世界的王 既然你不想找本王 那就我来找你好了 煞内奸无穷的力量涌现出来 在这狂暴的力量下 魔王丝毫没有惧怕 反而迸发出比圣剑更为强大的力量 这股强大气势压的众人喘不过气 而当伴随着这股强大力量直冲云霄后 圣剑赫然出现在女魔王的手里 伊丽莎白表情冷淡地看着长剑 呵呵 谁说只有传说中勇者才能拔出来的 忽然此刻他若有所感 一幅幅画面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下时间就看到了勇者的踪迹 与魔王发出一阵感笑 找了你15年没想到拔出长剑就能知道 发动着深渊魔法便开始了传送 而此刻的新手村畜 男人还在幸福地享受着田园生活 只因前世他是一个社畜 上班的途中就喜欢看看重地视频打的时间 在莫名其妙地感叹了一生 要是这样的生活真好的时候 下一刻连带地铁扶手都进行了穿越 与刚到异世界的那份紧张不同 在系统的帮助下 我慢慢地学会了生存技能 可正当系统要结束新手教程的时候 我却死活不肯离开新手村了 这不是挺好的吗 废物的我只想在这安详的生活到死 才不想去打打杀杀灭沙魔王 而且最主要的是在新手村 有系统的结界病 可以让新手村完全不被外界感知的 就这样每天如同一日的 经历耕田狩猎锻造和冥想 直到这么过去了15年 系统终于忍不住了心态爆炸 谁特么地能在剑语魔法的世界里面 只知道重力点 我恨呀 在他祝福我早日被大魔王杀死之后就消失了 然而我却并没有慌张 毕竟这系统什么用都没有 而且耳边还少了一个 一直捕惑我出去送死的家伙 反而莫名地舒坦了不少 然后就在此刻 天空中雷电交加 黑云笼罩在了上空 一股可怕的威能出现 魔王伊丽莎白骇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传说中的勇者 我终于找到你了 然而令魔王意外的是 我压根没看到魔王 暗天poss之后也一阵无语 男人刚刚将东西收拾好松了一口气 旁边的机械宠物狗却开始了狂吠 拼命地想要向我表达危险即将到来 可是我哪里懂狗狗话呀 还以为他要和我玩耍 就这个时候 耳边传来的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就是勇者吗 我望着天空问着小狗 那是什么东西 是女人吗 整整15年了终于看到女人了 真是够迟钝的 居然敢用东西来称呼本王 顿时我慌张了起来 可不敢得罪眼前的唯一见到的女人 要是跑了怎么办 女魔王压根不相信如此微弱的我 居然是勇者 于是就开始了测试 下一刻一股金光向我袭来 我吓得丢掉了手中的鱼竿 只见那金光围绕着我的身体 旋转了一圈之后 就自动落在了我的手里 我下意识地挥舞了一下手中的宝剑 随后慌张地想要扔掉 可怎么都扔不掉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家伙明明连最低等的普通士兵都比不上 怎么会得到圣剑的认可 彻底抹杀 魔 魔王 我老老实实地种田怎么魔王上了 而我的机械狗乍毛一般将我固在后面 面对着犹如末日一般的深渊魔法 巨大的陨石在魔法阵中出现 我此刻才明白了系统消失时候的那个剧望 勇者和魔王的相遇这是宿命 并非我一厢情愿的种地就能逃避的 扔掉手中圣剑 就往屋子的方向跑去 到目前位置我还是一个菜鸟 事到如今除了任命 还能选择舒服地死在床上 或者是这几年的种田 带给我心灵的安稳也足够了 摆脱了前世的浮躁 现在就这么死去也好 随即就关上了门 然而我这一系列反常的行为 却在魔王的眼中犹如一种挑衅 岂有此理 你这个狂妄的家伙 发动着陨石就向我的房屋砸去 然而 机械狗此刻站了出来 就在陨石即将命中的时候 一阵机械音响起 计算完毕 开始战斗模式 瞬间召唤出无数的热武器 在陨石即将到达的时候 无数的导弹发射 就和天空中的陨石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 一个给世界带来和平的魔王 却被囚禁在废物勇者家中 眼看女魔王都要怀孕了 可忽然却来了一个情敌 就在刚刚两人生死存亡之际 鸡屑狗犹如王者 指挥着猛马之王就下了两个 忽然少女惊醒了 这是哪里 刚才的怪物呢 环顾四周只见是在一个安静平和的小屋内 看着周围奇怪的家具一时间陷入了沉思 猛然间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父亲为了救我受了重伤 若是来不及解救 想到此就连忙起身 飞奔式地往屋外跑去 爸爸你一定要等着我救你啊 可却看到了难以置信的阴影 只见老者绣着剑朔的肌肉摆着Pose 少女顿时一脸的黑线 而勇者却是鼓着掌 一脸羡慕地看着大叔 要是练习到你这种事要花费不少时间吧 而大叔一脸的自动 当然作为一名战士 身体素质是最基本的 这就是异世界的战士职业嘛 终于遇到一个正常的异世界人才了 而狗子看着乐平如此开心 也围着她的腿满地地跑着 看得女魔王一阵闹闷 一脚就踢向高兴奔跑的狗子 刷得一下狗子就被踢飞数十米之远了 穿着我给她的小熊拖鞋 一步步地走向狗子 谁让你这条笨狗将闲杂人等待回来 而狗子想起上次输给女魔王的场景 此刻委屈地阴阴阴起来 乐平毫不在意 触碰了一下大叔的肌肉 哇 真材实料这宛若钢铁一般的触感 这也太牛了 既然勇者大人喜欢 那在下也不藏着捏着 下一刻 猛然间降魂燃烧 直接将衣服撑裂 如此只有在动漫才能看到的场景 如何不让我这个异世界的废物所激动呢 举起手欢呼起来 而完全将此目看到的女儿再也受不了了 走到两人的面前 爸爸你在干嘛呀 三人立刻陷入了两久的沉默 父亲尴尬地开口道 伊利福你终于醒了 此刻在他心中尴尬地想道 女儿呀 父亲这是在讨好救命恩人呀 乐平刚想开口解释的时候 女魔王立刻横插在两人的中间 冷漠地说道 既然醒了就赶紧滚吧 居高临下地走到少女面前 一股巨大的威压袭来 我警告你 是本王先来的 而少女哪能承受女魔王的压力 此刻已然瑟瑟发抖起来 见两人此刻有些不善 我连忙上前 那个 那个伊丽莎白呀 难得有客人来了 我们进屋里面说吧 随即 就倒着茶 递到了对方的面前 指着茶水不好意思地说道 实在是没什么好招待你呢 先喝喝我泡的卖茶 而少女也在父亲口中得知 就是她喝了眼前的茶一下就痊愈的 仔细凝视还能看到其中澎湃的灵气 爸爸你就是喝了这个神奇的药水吗 听到对方这么夸奖 我也实在是不好意思地摸着头 这是一点普通的茶水吧 这一世界的人还真没有点见识啊 而旁边的女魔王喝着果汁 一脸的愤然与委屈 这乐平抓了两个弱小的人类回来 究竟又想做什么邪恶的实验 难道说本王还不能满足你吗 而大叔也缓缓开口 我记得当时陷入了昏迷 依稀记得先生在出田 而狗大人将我们带到你这里后 你就拿着旁边的圣水喂给我喝 我一下就恢复全部的伤势 而也是幸亏乐平先生出手相救 恐怕我再也见不到女儿女了 少女捧着手中的茶水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不该喝 如此珍贵的东西 我们真的可以喝吗 我摸着脑袋不好意思地看着对方 你们冒险者说话也真太可惜了 真的不要不好意思 看我都这么说了 两人这才端起茶来一饮而尽 煞世间 两人瞳孔争大 无数的灵气从身体里面逃逸奔发而出 两人此刻只觉得是如此的惬意 犹如躺在秋收满地金黄的麦田里面 享受着那来之灵魂的喜悦与满足 静静地躺在地上 望着大雁南飞春去秋来 感叹着世界的变化与无常 似乎生死都不再重要 也不算白来这世界一遭 猛然间两人直接进阶了 而恐怖的是这不是一个小境界 而是直接跨越了一个大境界 而依福力更为夸张 就连其母亲的精灵血脉都得到了提升 精灵耳朵都长了出来 两人坦然地望着世界 似乎是进入了闲者世界 看到对方如此喜欢自己泡的茶 连忙就要给对方续杯 够了够了 乐平先生 你就我们的性命我们都难以为报 此等神物实在不该给我们这些小奴 而我却低下头听出了闲外之音 对方是不是觉得我在怠慢他们呀 却是只给客人喝茶是不妥 可是那些零食饮料都被伊丽莎白霸占了呀 一个可以消灭魔王的勇者 却每天狗在菜地中处地 而身为魔王的伊丽莎白 却致力于给世界带来幸福 当他寻找了勇者后 却被邪恶的勇者囚禁一名 眼看女魔王都要怀孕了 可忽然却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从他们的口中 却得知世界已经过去了五百年 而自己这个女魔王 早已经被勇者消灭了 就在刚才女魔王互助零食和饮料 小气的不愿意分享出来 而我还在不断地道歉 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招待是 聊着聊着就谈起了 为何两人会被追杀 说来话长呀 乐平先生你也看见了 我女儿的精灵血脉了吧 就在老头子叹息的时候 伊丽芙开口道 我母亲是精灵族的圣女 因为和我父亲相爱后就生下了我 但是精灵一族是禁止和其他人通婚的 那所以是精灵族的在追杀你吗 那万一也不像是精灵吧 此刻伊丽莎白不相信 胡说本王在一统天下之后 各种族之间的通婚禁令都被我取消了 怎么会有如此滑稽的说法 大叔微微叹息 说来话长呀 我的妻子牺牲自己重回了精灵族 其实他们已经放过我了 这次追杀我们的是魔狱那边黑暗工会的使徒 我顿时看向伊丽莎白 魔狱黑暗工会 难道说是你的人 看到我的表情 伊丽莎白大怒 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呀 指着我就开始骂了起来 我这一年以来都在你这里外面的事情 我一点都不知道 而且这什么什么工会的到底是什么玩意 你们两个给我好好说一说 那个魔狱哪来的黑暗工会 又为什么要抓精灵族 大叔一下就被这微微泄露的气息给震慑住 面色凝重地说道 据说他们黑暗工会正在做神秘的人体研究 企图复活曾经一统天下的魔王伊丽莎白 而精灵族就是他们重要素材之一 以至于就连为觉醒精灵血脉的我都成为了其目标 听完后 我正经微作地瞥了一眼伊丽莎白 都指明道性地说你了 还说和你没有关系吗 伊丽莎白低下头面色沉重 下一刻一把抓住了我的脖子摇晃了起来 别以为你不说话我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这一年多的相处让他们彼此之间都十分的默契 不需要对方说些什么都能明白想要表达什么 望着踩在沙发上的伊丽莎白 我知道对方已经十分愤怒了 那个女王大人消消气 你看还有外人在场勒 给我一个面子吼 而妇女俩一脸猛逼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 看来这短短的一年时间 外面早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了呀 到底是谁给你们说的魔王已经死了 听完后大叔理所当然地说道 难道不是这个大陆的共识吗 魔王伊丽莎白早已经消失整整五百年之久了 如果她还活着的话 早就应该回来继续统治天下开始 听完这个消息 我大牙都要震惊出来 这妮子明明才在我家住了一年呀 而伊丽莎白丝毫不惊讶 时间已然五百年了 只是平淡地问着 那外界都是在说她是怎么死的吗 根据文献记载 魔王伊丽莎白是被传说中的勇者征伐而亡的 据说那场战争打得天翻地覆旷日持久 最后勇者为了保护大陆和魔王一起同归于尽 真是好大的胆子 下一刻 妇女俩就感觉一下就堕入了无尽的黑暗深渊当中了 这浓浓的杀意笼罩在他们全身 让其没有一点反抗的余地 两久 伊丽莎白才开口道 那个传闻是假的 此言一出直接震碎了他们的三观 从小接受的教育直接破碎 而我也接着说道 是啊是啊 因为我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勇者 那你 这什么鬼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虽然不相信 但是乐平展示出的能力又让他们不得不信 对啊 而他们 就是你们说的那个魔王 伊丽莎白 下一刻妇女俩实在是没忍住突鞋倒下 口吐白沫 他们居然就是传说中的勇者和魔王 而我的一戏话却让女魔王一脸的阴沉 在他的眼中 我说的这一戏话 就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 然后让那些弱小的人来嘲讽自己 嘲讽自己不但被邪恶的勇者囚禁 还被别人以为死亡 真的是够了 女魔王愤怒地拍向了桌子 你们一个个的都是在嘲讽本王吗 下一刻气呼呼地转身就走 我明白了你这个臭乐品 你就这些人回来就是为了羞辱本王的 简直是欺人太甚了 猛然间关闭了房门 导致整堵墙都直接裂开了 等魔王走后 大叔才松了一口气 这女魔王给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乐品大人 如今事到如此 我们也知道了你们的秘密 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们了 什么鬼啊 一个个都在说什么胡话呀 算了大家都好好冷静一下吧 看来自从伊丽莎白打破了结界之后 就导致这里的时间变得紊乱了起来 天黑后 父女俩也到了房间开始休息 此刻女儿依福利悄悄地聊起了天 没想到居然五百年前的真相是这样 魔王和传说中的勇者相爱后 就放弃了天下归隐在了这里 就和爸爸你和妈妈一样勒 大叔立刻阻止了女儿的谈话 小声点别乱说话了 乐品大人说要我们冷静一下 看来是在考虑要不要放过我们 我们别节外生枝了 女儿依福利却不解地问道 若是乐品大人要杀我们 为何还要救我们 你不懂 对于他们这种大人物 就像他们随便给杯胜水 我们就能突破一样 在他们眼中我们就像是蝼蚁一样 要杀药刘全看他们的心情 也就在这时候 一个脚步声传来 恐怖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都这么晚了 你们还不睡在干嘛呀 汉的伊利福一阵惊骇 一个给世界带来和平的女魔王 此刻却因为不速之客吃起了醋来 生气的摔门而出 而邪恶的勇者不仅不安慰魔王 还半夜摸到了敌一少女的屋内 这么晚了还没睡 嘿嘿嘿 不如我们来打牌吧 受到惊吓的老者一阵无语 吓了我一跳就是打牌呀 话说什么叫做打牌 两久 勇者就给两人讲解完了游戏的规则 在大家都明白了之后 两人内心有着不同的想法 此刻少女心中想到 这难道就是爸爸说的测试吗 通过了乐平先生就不会杀我们了吗 那么好啊 我们开始分牌吧 也就在这时 少女咽了一口气 死也得死个明白 感受到牌上面散发出来的不祥的气息 少女大气胆子说道 乐平先生这个游戏叫做什么名字 伊利福的问题倒是让我一失欲损 这我可该怎么解释嘞 我要是说斗地主 这一世界也没有地主这个概念呀 忽然一拍手涌了 那就叫做斗恶龙吧 瞬间就将妇女两人吓得不轻 斗恶龙 要知道这个世界恶龙可以算是顶尖的存在了 女魔王虽然白天摔门而出 但是看到乐平半夜摸到少女的屋内 还是用着高阶隐身魔法观察着她 也想知道这家伙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嗯 我摸着脑袋 差不多意思吧 就是两个勇者要合力把恶龙打败 而且我们可以根据手中排的好怪 来决定自己是来当恶龙还是勇者 而这一幕 却更加让两人确定了 这果然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 这是只让我们选择善与恶吗 而在妇女俩的眼中 我俨然变成了一个大阴谋家 好了 我们现在准备发牌了 要想清楚再决定哦 而我却是好不容易有三个人可以一起玩游戏了 正在暗自高兴 大叔面色沉重 看来是躲不过了现在已经由不得我们半分犹豫了 伊利福害怕地看着眼前的散发出不祥气息的卡牌 缓缓地触碰着 下一秒 三人就来到了一个灰暗空间的世界中 老者大害 这又是境界 只是玩个游戏没想到就有境界 这人到底是谁 不行我一定要称重 我的女儿的性命我一定要保护好 此刻少女光是拿起手牌 全身的魔力都被抽光了 魔力的缺少让她此刻浑身无力满头大汗 这就要死了吗 爸爸对不起 是我拖累了你 还没等少女说出口来 老者安慰的这女儿 没事的剩下的交给爸爸 而我压根没看到两个细经的情况表情 还在整理着自己牌 我这说好也算好 虽然大牌不多 但也算比较顺畅帘子比较多 要是下面的牌比较好 也是不错可以搏一搏的 话说你们有谁想当恶龙的吗 顿时两人立刻摆手 这恶龙爱谁当谁当 我要是当了就是被勇者给消灭的 两人也看向自己的牌 只能说是配合好点闭着眼睛都能赢 那既然如此 你们都不要懂了 那就是我的了 心中想到要是下面来的 似再来两个肩就好了 在询问了一遍后 两人脑袋摇得跟个波浪鼓一样 这勇者果然恐怖 还要设下陷阱吗 见两人这般 我也没有客气就抓起了底牌 可翻开一看却是没有用的几张牌 见此我的脸上也露出了不悦的表情 看来这把要输了 而看到我表情的变化 两人也被吓得不轻 难道说乐平先生对我们的表现不满意吗 游戏正式开始 在我出了第一张卡牌后 轮到了大叔 此刻大叔一脸的严肃 没办法了 看来只有通过的测试才能活着 下一刻大叔脸色一变 感受到了身体里生命力的快速流失 没想到呀 原来每一次出牌都是以生命为代价 只见大叔捏着牌的食指已经变得干枯无力 一个给世界带来和平的女魔王 却因为不速之客吃起了醋来 担心邪恶勇者喜欢上无知少女 此刻开启隐身术躲在暗处观察 却看见了三人此刻正在打扑克玩起了斗恶笼 此时正是大叔出牌 他就知道没这么简单 每出一张牌就要消耗其生命力 但是不玩肯定是不行的 如今父女俩的生命就在这场游戏当中 少女担心地看着父亲已经干枯的手指 而大叔露出坚毅的表情 示意着女儿放心 少女也不出牌 如今他和父亲为一派的自己也没有打赢的事 就过了 而我却因为手牌不好不敢接牌 只好让齐过了 老者大害 哪有你打一张单的就过的呀 莫不是他想要让我耗尽生命力吗 不是吧 乐平先生难道真的有这么邪恶吗 明面上要给我们希望 但是希望的背后却又要消耗生命 玩与不玩都是死 可要是赢了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不得已 老者继续出牌 将手中的飞机打出 嗯 不对异世界没有飞机的概念 乐平给他们说的是飞龙 而刚打出这八张牌大叔 就感到一阵强烈的虚弱感 六小腿直接被吸成了枯木一般 他也明白了出牌 越多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 而飞龙一出 就宛若有真正的飞龙出现在两人面前 强大威压下的妇女俩言一句变 这怎么回事啊 而飞龙猛然间吐出蔑视龙颜 直直地攻击向乐平 而此幕也尽收女魔王眼底 好像还挺有趣的嘛 该死的乐平竟然不带我玩 两九飞龙在境界中消散 而大叔则被吓得张开的嘴 连来打出组合牌是会发动攻击的呀 那要是乐平也打出了我俩岂不是死定了 而乐平遭受了攻击好像没事人一般 还在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出牌 乐平先生 你没事吧 大叔明明看到那灭日的龙颜发出 怎么会 要不起 你继续吧 好不容易有人陪自己玩了 乐平也不由欣喜了起来 看着那恐怖的笑容 大叔心中泛起了嘀咕 要不还是放水吧 将手中的四个三拆开 只打了一个三出去 而少女也不敢接牌 轮到乐平管上一个时 两人顿时不敢要牌了 见此 乐平就扔出了顺子 可下一刻无数的能量汇聚 滔天波浪凭空诞生 一时间出现在两人面前席卷了下 顿时间两人就被冲得人羊马帆浸泡在水中 犹如实质性一般 妇女俩差点就要窒息了 两九魔法消失 才说着要不起 紧接着乐平再次出牌 一个三代二 宫中浮现出三匹战马 带着两人急驰而来 挥舞着手中的战刃就要劈砍下来 大数大害 不敢出牌 而少女此刻却下定了决心 父亲大人以前都是你在保护我的 此刻也是时候我站出来了 就算是要消耗我的生命也是应该的 我不能总躲在你的背后 下一刻管上 空中猛然浮现出另外一对战马 双方展开了大战 一给世界带来和平的女魔王 如今已经变成了杜甫 为了让妇女俩能快点走 竟然直接出口威胁 赶紧给我离开 而就在昨天晚上三人还在友好的打着扑克 只是这牌却让父女俩玩得有些惊险 好端端的游戏此刻犹如生死战场一般 不仅出牌要消耗生命力 就连对方打出的组合技的余味 父女俩都招架不住 眼看父亲为自己承受这么大的痛苦 少女鼓起勇气出牌 却吓得父亲目眶剧烈 但让人意外的是 少女并没有像父亲那般消耗生命力 就好像没事情一般 我看他们如此上岛 看来是已经学会如何玩这个游戏了 指点的说道 适当的时候拆散自己的牌也要保护队友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决心 乐平先生主要是想考验我们的决心吗 而自己的女儿一点事情都没有 难道说 就当父亲要嫁女求生时 乐平英策策地笑着 终于明白了 只是太迟了 而也就在这时候 众人源自内心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就连隐藏在暗中的女魔王也惊神大害 下一刻 两张牌甩住 王炸 煞时间天空出现了裂缝 三人再次进入境界当中 如同末日一般的场景 着实吓坏了两年 忽然 天空被一双巨大的利爪撕裂开来 巨大的怪物就像是要从中钻出来一般 而我却毫不所知 眼前的妇女俩却被吓得浑身犹如筛康一般 巨大的小丑魔王出现的时候 就连异世界最高战力的女魔王也吓得汗水直冒 这家伙召唤出来的 居然是至尊小丑王 三星级的高尖魔神 小丑王比着爱心就登场了 好久没有人召唤我了 忽然感受到某种强大的注视 转身一眼就看透了隐身在此的女魔王 鬼鬼祟祟的在偷看什么 一个响指 一把匕首出现 舔着那图满剧毒的匕首威胁地说道 再看我就杀了你哦 女魔王大怒作为异世界顶级的存在 何时被如此轻视薄 举起手来就要对其释放蔑视魔法 要知道此时她在乐平的未养下 等级和眼前的家伙是一样的 见到如此骇然的一幕 终于击破了妇女俩的防线 少女甚至低下头都想以身伺 可忽然大叔狂吐鲜血 他感受到了生命力正在大量的流逝 无力感席卷全身 手中的牌也跌落下来 而这忽然来的变故也吓了我一跳 这怎么回事啊 而也就在此时 我看到了跌落下的牌 才明白了刚才大叔单出了一个三 是在让着我呀 懵懂得我还以为自己很厉害 实际上半夜来找他们 却打扰到了对方休息 再加上大叔之前就受伤了的 我真不是人啊 立刻将牌收了起来 天空中召唤出来的小丑王也瞬间消失 境界也随之破灭 将牌收好后 就起身对着两人说道 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们了 早点休息吧 随即灰溜溜的就离开了 我可真不是东西啊 而如此一幕 让少女长舒了一口气 却也让她有了几分失落 不过能活下来就是好事情了 女魔王见此一幕这才明白 好呀 你个乐平 和这两个人打牌是假吧 借机敲打我才是真的 不然为何在小丑王威胁我之后又离开了 第二天一早 四人就在庭院门口站着 大叔 这才一天时间 你们不多玩两天吗 我种的水果也快收成了 大叔哪还想留下来啊 立刻九十度鞠躬 放心吧 乐平先生你的勇者身份 还有和女魔王的事情 我们俩出去一定是不会乱说的 少女也感激着乐平 临别还送他们礼物 我摸着头有些不好意思 就是普通的卖茶 我看你们挺喜欢的 就别嫌弃啊 而我也为了表示昨晚的欣慰 将手牌给了大叔 大叔大害 难道这又是什么新的考验吗 而我哪有什么考验呀 只是我的牌计实在是太烂了 还是给他们更加合适 就在我悲伤的时候 女魔王示意着眼前的妇女俩 做着口型 赶紧给我 下一刻两人跑得比兔子还要快 这也不像是受伤的人呀 算了异世界的人果然异于常人呀 女魔王见少女走后 开心的转身 好了一切都恢复原样了 去给本王做饭吧 是 我的女王大人 本一心拯救世界的女魔王 如今已经变成了当初她厌恶的模样 为了得到邪恶俑者的全部的爱 竟然在半夜悄悄对妇女俩进行恐吓 此时妇女俩和乐平道别后就开始了不要命的狂奔 少女都被扯得晕头转向 两久 稍微停下了脚步 此时大叔用力地喘得粗气 显得是那么的惊恐 可为何妇女俩会如此害怕 事情还得从昨晚说起 就在昨天晚上 乐平离开之后 女魔王就现身出现在妇女面前 面对已经跪倒的两人 丝毫没有客气 一道魔法发出 诡异魔法能量划过了两个人的脖子 死亡的恐惧感顿时袭来 就好像被人扼住了命运的脖子一般 此时少女的天鹅井上出现了一个倒倒红色的明文 伊丽莎白才缓缓开口 我命令你们明天立刻离开这里 并且不得向外透露任何有关本王的消息 嗯 以及勇者在这里的消息 两人立刻点头不敢有半分的迟疑 你们脖子已经被我下了咒印 但凡有半点违背我的想法 就会即刻人头落地 扮想大叔才从昨晚的恐怖回忆醒来 勇者大人和女魔王看来是厌倦了世间的纷争 不想被人打扰啊 可我的女儿怎么办 也就在此时 少女伊丽莎惊讶地看着眼前 爸爸这个地方有些熟悉嘞 原来他们已经来到了当时狗子救他们的地方 地上还有具象留下的恐怖脚印 多是致地啊 看来此地不宜久留 而在他们的身后一直都有乐平派来保护的狗 就在他俩狂奔的时候 狗子就在后面暗中保护着 看着眼前暗黑使者的遗骸还在此处 想必附近还会出现各种高阶魔物 突然狗子感受到有什么东西在靠近 原本想要保护一下的 可想到女魔王那个凶女人知道了又要揍她 在狗子眼中 主人已经是女魔王的狗了 而我又是主人的狗 还是不要去找揍吧 想着就跳入了传送阵就回到了家 也在狗子消失的那一刻 魔物降临 一群高阶魔物此时来到了妇女俩面前 而此时一个被画家画了脸的人物 肯定不是一个小喽啰 正在发出节节节的怪笑 怪物的一出现就让大叔惊声尖叫起来 那是大使徒 黑暗工会的大使徒 等级高达两星的大魔灵 还带了数不尽的高阶魔灵 要知道大魔灵之后 两个高阶进化就会成为魔王 而自己只是一个大魔师 比他们低了两个大段位 如今不是他们想不想跑的问题 就以他们此时的能力 就连制裁都是一种奢求 忽然大叔想起了 乐平临走时候送的卡牌 原来乐平先生的考验是在这里 决心 勇于赴死的决心 而我曾经也是我们那个村子的勇者 感受到了大叔的决心 卡牌释放出无穷的力量 仅仅只是散发出的气息 就将小喽啰消灭了 顺时大魔灵大害 女儿 看着父亲 自从你妈妈回到了精灵部落之后 爸爸我就变成了懦夫 我曾经在心中给自己说 那都是为了保护 所以我才会如此唯唯懦懦 今天爸爸明白了 逃避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有问题就去解决 有困难就去克服 他们想让我死 我就要让他们也别活 说完 卡牌弹出 四个四出现 大叔竟然领略了卡牌的正确用法 召唤剑神降临 只见一个精灵女王的虚影 浮现在两人的上空 而那人的模样正是少女的母亲 给我战胜她们 下一刻 女神的威能猛然爆发 前面的小怪一下就被洞穿开来 见到自己的部下被消灭 大魔灵却是一阵窃喜 这样下来威力就会消亡很多吧 抬手就抓向箭矢 刚一接触就发现了不对劲 巨大的能量在手中爆发 下一刻竟被一下给射杀了 随后大叔才收起了卡牌 女神的虚影也缓缓消散 少女立刻来到消耗过度的父亲面前 这乐平大人简直就是神啊 而也就从这天开始 勇者大陆上就诞生出了一个新的战斗职业 卡牌大师 原本一心想要消灭勇者的魔王 如今却为了让他开心 开启了旅行的传送门 就在送走父女俩后的一周 勇者怎么想都不得紧 此时正坐在院子里 吃着一世界西瓜 可惜了伊利福的离开 不然这瓜肯定会让他好吃到爆衣的 在接触了其他人之后 原本只想除地的勇者心态 也发生了变化 这个世界的魔王勇者 乃至精灵 都是他以前从未有过的全新体验 此时他的内心也有了几分的躁动不安 或许出去看看也是不错的 要是再碰到伊利福就好了 就在乐平满脸惆怅的时候 女魔王提着一杯饮料 骤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如此场景乐平早已经见怪不怪 怎么一脸闷闷不乐在想什么呀 乐平有着几分无奈 说出了心中的想法 我还是想出去看看 不过还是太弱了 哼 女魔王表情不悦 此时乐平的无奈在他眼中更像是不屑 外面的世界确实比不上你这 但是你也太臭屁了吧 还是给了个台阶下说道 既然你想出去 那就陪本王出去一趟吧 见此乐平大喜 若是有女魔王的保护出去 自然是什么都不怕 哼 就知道你想我陪你才会出去 给我少废话 换衣服去 摇了摇手 下一刻乐平就穿戴整齐 女魔王也穿着乐平做好的衣服 看上去英姿飒爽十分的干练 特别说明女魔王全身的衣服都是乐平做的 狗子也叫唤着想要一起出门 只听啪的一声 一个传送门出现 出发吧 从这里穿过去就能到最近的小镇了 而废物乐平哪里见过这等场景 一步一趋的跟着女魔王后面 那个就在要穿过法阵的时候 乐平喊住了女魔王 那个伊丽莎白啊 我想和你说一件事情 就是出去之后 你不会抛下我一个人吧 还有就是你的情绪要保持稳定 不要像在家一样 再一个就是出门后要低调一点哦 而我那战战兢兢说出的话 却在她的耳中变成了 一没有我的允许不能走开 二给我收好你的脾气 三不要随意使用魔法破坏我体验凡人的乐趣 看那女魔王伊丽莎白一阵恼梦 不过接下来的话却让她心中一息 女魔王低着头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当然在没有彻底打败你之前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虽然不知道打败自己是什么意思 不过在得到对方的承诺后 乐平还是忍不住的欣喜 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女魔王冷声说道 什么条件 看到她变脸后 下意识地停止了脚步 那就是回来之后你要和我做 女魔王一边说着一边靠近着乐平 回来后和我做超足料 拾紧水果布丁 布丁 乐平脑子蒙圈了就只是布丁了 对啊 有什么问题吗 没 当然没有问题 我们赶快出发吧 虽然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过外面的世界已经让她迫不及待 随即踏入了传送阵 此时狗子却大惊了起来 她感受到了魔法的消失 竟然是不带她玩过二人世界了 两久 在魔法下乐平缓缓睁开了眼睛 猛然间瞳孔睁大 一幅幅异世界那奇妙的建筑映入眼前 一给世界带来和平的女魔王 却被邪恶勇者用美式俘获 此时的两人终于开始了度蜜月了 望着周围不同的种族以及职业 喊着伊丽莎白河自己东看看西看看 这个小镇不仅有贩卖装备的地方 还有集市 原来异世界的人们也喜欢吃猪猪啊 就这样不停地在各个摊位助手观看着 女魔王一阵无语 看着四周好像和五百年以前也没有什么区别 我也点点头 之前那个大叔还说异世界很混乱 这明明很和谐嘛 说到此 女魔王不由地得意了起来 那还不是本王执政期间底子打得好 想当初我还没有统治的时候 这个世界是被各大势力所割据的 不同势力之间冲突不断 本王用着绝对的实力将其碾压 并定下了所有人所有种族平等的大规则 狭长的眉目裹挟着骄傲看着乐平 所以说 真正拯救了这个世界的其实是本王 而不是你这个传说中的勇者 可当他看向乐平的时候 却发现他早已不见了踪迹 气得女魔王浑身发抖 可恶的乐平 岂有此理 竟然不把本王的话放在心上 此时的乐平正蹲在一个小摊贩前面 看着对方贩卖的玩偶 不错 缝纫的线口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好 看来你很用心嘛小妹妹 嗯 没错 要是哥哥想买的话 我可以便宜点卖给你 而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 一个巨大的吼声出现在背后 谁叫你可以在这摆摊呢 随即就是一脚将摊位踢飞 玩偶散落了一地 猪头怪一把抓住小女孩 臭丫头 你们教堂欠我们帮派的保护费还没有交 还好意思在我的地方摆摊吗 在小女孩的身后 还有几个小萝卜头担心的看着眼前的营 不解气的猪头怪一把抓起了她 此时小女孩虽然是害怕到发抖 但是还是强撑着说道 明明你们从来都没有保护我们 凭什么要交什么保护费啊 见到对方如此的天真 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是用道理能够说通的 当你能说通的时候 那是因为这个世界有更大的规则在桎子的对方 猪头怪可不管保不保护他们 只要这里是她的势力范围内 欲望就是她的规则 你们等着吧 等修女回来后一定会收拾你们的 大言不惭 臭小鬼是不是还看不懂这个现状 等老子把你们这群孤儿都赶走 再将这个烂房子拆了 你才会明白这个世界的道理 此时我看到此幕不由升起了无名的愤怒 你快给我住手 可猪头只是斜眼冷漠地看了我一眼 我就吓得后退了几分 毕竟是一世界我又手无腹机之力 看到我的动作 女魔王咪卓眼有着几分无奈 这家伙是又想了什么新招式 来玩弄这些弱小的平凡人吗 而我却流着汗水看向伊丽莎白 眼神中满是求助 本王才没有你那样的恶趣味 随即就环抱着身体不再看向我 见到伊丽莎白不搭理我我顿时慌了 此时的猪头也大声地呵斥着 老子问你到底要干什么 充能慢事吧 没死过是吧 想当英雄我可以成全你 此时我慌得头皮发麻 天了 这头猪看上去就好猛 我不会被嘎吧 不对 我有办法了 大家快看呀 这个猪头人居然欺负小女孩 大家快和我一起谴责他 独自嘎里嘎气地说话 看得众人汗流加倍 纷纷吃着瓜吹着口哨 事不关己高高挂气 哈哈 哈哈 见此猪头忍不住地大笑了起来 你不会以为会有人站出来了 这条街的谁不知道我们猛虎帮啊 你比这小姑娘都还要天真啊 也不知道是哪来的乡下人 不过你旁边的妞倒是火辣 不由分说地指挥着小喽啰就要抓住我一顿揍 还要将女魔王囚禁起来 呵呵 囚禁我 真的是以为是个人都能囚禁我是吧 此时被踩着老虎尾巴的女魔王愤怒 一股滔天的气息散发 天空中猛然间出现一个虚幻的魔鬼 这天空怎么突然变暗了 犹如末日般的场景 顿时吓得猪头怪颤抖了起来 天空中不时发出几道雷电击中了小镇的剑 乐平开始慌了起来 连忙安抚着女魔王的情绪 伊丽莎白不要啊 你这样会毁掉整个小镇的 消消气消消气 吓吓他们就行了 你何必跟普通人计较勒 乐平不停地扇着扇子劝说着 女魔王傲娇地冷哼了一声 就看着你的面子上吧 顿时回收了释放出的魔法 而这一幕也被小女孩看见了 女魔王身上那无与伦比的魔力 这真的是人能拥有的力量吗 而此时天空也恢复如初了 依一个拯救世界的魔王 却被众人击讽 就在众人唇枪舌剑之际 女魔王终于忍不了了 既然而等非要自取灭亡 就怪不得本王了 顿时乐平大海 连忙从背包中拿出一个布丁 女魔王之前的愤怒顿时烟消云散 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看着女魔王如同海蹄般地吃着东西 乐平常舒了一口气 还好我早有准备 此时乐平也开始介绍起了自己两人的身份 我们是从无名部落出来旅游的 她是我们那边的公主叫做伊丽莎白 而我是她的仆人乐平 听此众女都有些不屑 怪不得行为举止这么奇怪 原来是个没见过世面小部落的公主 名字还叫做伊丽莎白 该不会是现在还有人崇拜魔王吧 土包子 乐平听到他们的话吓得半死 这群人要是在作死 我可就不了你们了 帅哥其实就是看上了伊丽莎白之前 在大街上散发的魔力 这才邀请他们的 此时也无所谓的说道 现在我邀请你们三个组队 去参加一个宝藏副本 顿时乐平就开始了疑惑 啥叫做宝藏副本 便小声地对着旁边的小女孩说道 安妮妹妹你知道吗 宝藏副本据说是远古的强者 为了隐藏某些贵重物品 而设立的魔法空间 一般都非常的隐蔽 听到两人的窃窃私语 帅哥骄傲地向着众人阐述 没错 我也是耗费了很多心血 才得到的这个宝藏信息的 我们来凑人数的吗 安妮也开始数起了人数 数到自己时候 才发现自己是那第八人 我明明只是一个菜鸡啊 别死在那里了 看见安妮的哭泣 乐平有些不解 不是找宝藏吗 应该是一个值得开心的事情啊 乐平大哥你有所不知啊 宝藏副本一般而言 都是超高难度的副本 而我只是一个区区四星模式 去了简直就是去送死 你们放心吧 你们只要帮我们凑够了 人数战斗的事情就交给我 之后的宝藏 我也会分给你们一些的 估计也能分个几万金币吧 顿时安妮大喜 那这样说的话 岂不是能够解决 他们那一群孤儿的生活问题了吗 而乐平也看向伊丽莎白 想知道她远不远去 只要有她去乐平 就完全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了 此时吃着布丁的女魔王 自然是什么都答应 而帅哥此时却对修女点头适应 随即修女拿出了一个魔法水晶球 这是测魔水晶球 只要把手放在上面 就能测出你体内的魔力等级 说着就开始了示范 上面显示出8769的数字 就在乐平疑惑的时候 安妮开始了解释 这是能将魔力等级 具象化为数字的水晶球 8969就代表着是魔灵的水平吧 此时帅哥也开口道 没错我是四星魔灵 我的几个老婆是大魔师 既然大家要搭档 就应该置根置底 大家测试一下自己的魔力吧 安妮也开始了靠近 水晶球顿时出现了数字300 当这个数字出现时 人不屑地说道 才300 我刚刚转职的时候 也比这个高不少 安妮欲哭无泪 无论她怎么修行 她就只有这点魔力 而我也十分有兴趣 想要看看异世界的魔力 是否我也拥有 然后自信满满的将手 放在了水晶球上 可等待了两久 上面的数字 都没有任何的变化 怎么可能是零 就算是纯粹的舞者 都不可能是零的呀 哎 果然我只是一个废物啊 原来世界是个社主 现在到了异世界 还是个废物 还是老老实实的种田吧 我这辈子算是和魔法无缘了 请伊丽莎白 你也来测一下吧 可伊丽莎白 此时只在乎眼前的布丁 直接无视了对方 喊了好几次都没有回应 乐平在旁边看得尴尬不已 小声地提示着伊丽莎白 还是配合一下 该死的乐平 非要让本王陪你一起去 戏弄这些无知的烦人 有趣吗 真是恶趣味 非常恼怒的将手 放在了水晶球上面 轰然间一股巨大的光芒 在水晶球上产生 强烈的光芒 反而显得四周一片黑暗 众人也被这剧烈的光芒 刺得睁不开眼睛 一个可以击败魔王的勇者 此刻却被情敌推壤 纵使人马帅哥如何施展魅力 纯爱女王只爱乐平一人 就在女魔王按照要求 要进行魔力测试的时候 乐平顿时慌了 若是察觉出女魔王 那不可思议的魔力 不知道会闹出怎样的事情 于是就对着伊丽莎白扭捏的开口 话还没出来 伊丽莎白就明白了 对方的恶趣味 罢了 难得出来一趟 就陪你玩一会吧 随即控制着魔力开始测试 就连喵喵都忍不住要说 你就宠着他吧 在众人的惊讶的目光注视下 水晶球浮现出四个数字 竟然和人马帅哥的灵力一样 都是魔灵级别的强者 刚才还在嘲讽伊丽莎白的三个女人 也惊讶地站了起来 只有我抹着额头上的汗水 还好还好 人马帅哥闭着大拇指就开始了阿谀奉承 也引起了其女眷的不满 众人也没再说什么 人马就吩咐祭祀女开始了魔法的构建 下一刻 价值千金的传送卷轴打开 在众人的面前一道耀眼的光芒诞生 仅是眨眼的功夫 羞的一声 众人一下就消失不见了 片刻后来到一个昏暗的空间当中 就在我还在沉寂与魔法的强大的时候 伊丽莎白感受到周围的魔力小脸一度 这个气息是 难道说是老娘的东西 乖乖 我自己偷自己的东西 人马一落地就开始吩咐了起来 事不宜迟 咱们快点进宝藏副本吧 女魔王一个转身对着乐平就说道 我不想去了 回家吧乐平 黑皮女瞧准由头马上就开始骂了起来 而其余两个女人也帮衬着 要是你不进去的话 也别想离开这里 女魔王缓缓回头 嘴里只是淡淡吐出两字 是是 这一下就把乐平吓得不轻 生怕血剑当场的她挡在了女魔王的面前 大家听我说一说 下一刻一脸羡慕的样子求着女魔王 陪自己玩一会吧 大神代代我吧 此时小安妮也发现了不对劲 见识过女魔王魔力的她 发现了这里面有一股和她很相识的魔力 听此乐平一头问好 还没想明白 就被旁边一个手推了开来 差点一个亮枪就要摔倒了 此刻人马帅哥用着那标准的勾搭人的笑脸 邀请着伊丽莎白 并承诺无论遇到什么危险我都保护你的 我的公主大人 小妞 我的三个老婆可都是在我这宫室下臣服的 我先让那几个杜夫来刺激你 再给你温柔你岂能不中招 可女魔王只是瞥了一眼 视若无物一般静止离开 对着乐平说道 好吧 就因你难得陪你出来玩玩 你都没有理 人马对着乐平就喊他跟上 人马看着渐渐远去的两人 脸色逐渐阴逸 可他哪里知道 女魔王何等人物 这人马只有他骑的份 哪有马骑他的道理 况且不过罗尔尔 不久后 众人也进入了宝藏副本当中 在他们进去后 结界就自动合上了 乐平还去摸了一下 看来已经不能原路返回了 女魔王也解释道 除非你的实力比设置下结界的人更加强大 否则是不能通过传送阵离开的 刚一进去没多久就遇到了分岔路口 见到进入结界里面 祭祀女高兴的大叫了起来 现在只有主人能带着我们找到那个东西了 小女孩安妮听出了不对劲 不是来找金币宝藏的吗 那个东西是什么 于是就问着旁边的女人 可女人只是滋滋乌乌将安妮给欺骗了过去 而我也是不怕 反正有女魔王在此 任谁什么都伤害不了她分好 看见前方的分岔路 猫女开口道 主人需要分队行动吗 暂时还不需要 对着祭祀女就说到用那一招 下一刻魔法发动 魔力顺着法杖朝着里面蔓延开来 一瞬 变化为了无数的分支 开始探索了起来 不一会就探索了几十条道路 祭祀女也开心了起来 马上就能找到对应宝藏最短的路程了 对此一幕 女魔王只是冷笑一声 果不其然 往后的分路不计其数 哪怕是将魔力全部用完了也看不到尽头 祭祀女魔力耗尽无力的在地上猛然喘着粗气